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周深半夜23点临时做出决定 经纪人都不敢说的话 他公开喊纳英 柳黎或百万粉丝力挺 你知道吗 周深在半夜23点临时做出一个重大决定 这个决定甚至让他的经纪人都感到犹豫 然而他却毫不犹豫地公开喊话纳英和柳黎 尽快公开好声音内幕公布于众 还李文一个心安理得 赢得百万粉丝的力挺 背景再强也不行了 好声音导演柳黎被曝光真实身份 柳黎这个名字最近几乎成了网上的热议话题之一 从他的导演身份到他被曝光的家族背景 再到他与众多明星之间的种种纠纷 仅值炙手可热 最近流传出一张疑似包含柳黎详细个人信息的图片 不仅有电话和家庭住址 还有京东账号等详细信息让人惊讶 不仅对这些侦查者们的能力感到震惊 但是我们要认真思考一下 这样的信息深度真的是普通网友能做到的吗 从图片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有柳黎微信页面的截图 这可能意味着发布这张图片的人与他关系非常密切 有可能是他的微信好友 那么问题来了 一个与柳黎如此亲近的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当然根据一些传言柳黎或许是那种容易招惹敌人的人 所以这样的背后一刀也不奇怪 但这只是我们的推测并没有确凿证据 还有网友试图拨通图片中显示的电话号码 但结果是关机或者空号 可能是太多人尝试联系他柳黎选择关机 避免更多的骚扰 但是关于这张图片的真实性 我们目前还无法确认 不过从网友们的激烈反应中 我们可以看到柳黎此次确实触怒了公众 不过正如这次网络事件所展示的柳黎 可不是一般人物 有传言称他的家庭背景相当显赫 据说他的爷爷是上海制片厂的第一任厂长 这样的消息把他置于红二代的位置上 这也为他之前那些在公众眼中显得傲慢的态度提供了解释 如果这些传言是真的那么柳黎背后 有如此雄厚的家族背景 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能够对大导演学员和导师 采取如此傲慢的态度 这些爆料是由名为夏昆蓝的歌手透露的 从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推测 他与柳黎之间可能有一些纠纷 夏昆蓝除了公开柳黎的傲慢态度 还透露了一些关于柳黎财富背景的信息 这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柳黎的了解 还有关于李文的爆料 据说在李文录制节目时 他因为在掉光期间吃了香蕉而遭到柳黎的严厉斥责 我们可以想象李文作为国际巨型肯定习惯了受人尊重的待遇 遭受这样的斥责 他的心情肯定很复杂 这也让我们更加了解柳黎 他可能真的是骨子里那种骄傲的人吧 中国好生意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关注 可能是因为公众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中 这次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 大家的愤怒背后 实际上是对这个节目黑幕和背后交易的不满 总之柳黎在这次事件中真的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从她的个人背景到与明星间的争议 每一点都成为了公众讨论的焦点 这也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了这位导演 希望在未来无论是柳黎还是其他明星 都能够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 而不是被这些未经证实的传闻所束缚 这次关于柳黎的风波 除了揭示了娱乐圈的各种现象 也让我们更加深入思考如何正确看待网络信息 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 传播速度和范围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 这无疑增加了我们接触各种信息的机会 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 这并不是所有网络信息都是真实的 同时有些信息虽然是真实的 但可能被剪辑删减或断章取义 容易引起误解 所以当面对爆炸性的信息时 我们应该保持冷静 不要轻易做出判断或者情绪化的反应 其次我们必须培养筛选和鉴别信息的能力 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值得我们信任和转发 我们需要学会从众多的信息中筛选出真实有价值的部分 而不是盲目跟随大众情绪 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培养自己的判断力 从多个角度看待问题 而不是仅仅依赖于单一的信息源 网络信息的流速为我们提供了便利 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挑战 我们要学会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保持清醒的头脑见别真伪 保护自己 更加珍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宽容 这不仅仅是一次事件带给我们的教训 更是我们在这个数字时代中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段突然被爆出来的视频 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李文生前所录的录像与罗沙海事中的一首歌 引起了好声音栏目以及相关人士的调查 并最终造成栏目暂停播出 这一连串的事情揭露了娱乐界的阴暗面 引起了大众的议论和思考 如今那鹰要出售他的别墅 近日一套豪宅拍卖的照片 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议论 而这套豪宅的拥有者 就是被卷入其中的那鹰 这栋耗资4亿5000万占地1150平米的独立住宅 绝非普通民众所能承受 同时有不少网民开始揣测 难道这是要出国定居 这并不是无地放矢 而是在罗沙海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征兆 随着一首罗沙海事的歌曲 一夜之间在各大网络平台上炸开了锅 引发了一场关于转定费的风波 他的歌曲以及他的言论就像一柄锋利的刀子 刺破了那些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音乐人与原创者 一直以来都是一副高高在上不可遗失的那鹰 在这一刻感受到了来自公众的压力 身为拉木的发起人 他在点评比赛时经常表现得很强势 并敢于索要高昂的转定费 面对网上铺天盖地的评论 他最终还是妥协了 然而这并不能够缓解大家的怒火 其实纳英在学校里就经常胡闹 说话也很难听 这一点已经被他的老师清楚地点出来了 即便是被指责纳英也不敢顶撞 只能默默地忍受着别人揭穿他的伤疤 不过纳英明显是晚了一步 而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然而这种情况也存在着一种需要加以批判的现象 例如一些被网民控诉的人做出了某种奇特的裸奔行为 这让人们怀疑这种行为是不是一种噱头 更让事情变得扑朔迷离 更可惜的是好生意如果没有停止播放 也许李文的真实身份将会一直被蒙在鼓里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